廣訟是一種包含文學、音樂和戲劇元素的綜合藝術 當然大家知道廣訟時主要是聲音為主 由聲音帶出感情,由感情引出動作 但用甚麼聲音去表達作品的內容 用甚麼感情以至遮探之不足 而守之舞之足之道之 用動作去加強對作品的演繹 其實決定於文學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廣訟是一種作物藝術 但這種藝術一定要以文學作為基礎 而文學去到最微細的一個元素 我就覺得是字音 如果站在眾壇的角度來說 一場比賽,集體朗重的有十多隊 個人朗重的動不動去到四十多人 能夠在眾壇上爭取到榮譽,入到三甲 往往在聲情的表現都是高手 但有時為了一個字音,冠軍只有一個 決定成敗,在眾壇旅見不鮮 所以我們鼓勵學生比賽兩個目的 一個目的就是不諱而爭取榮譽 如果沒有這種向自我挑戰,向群眾挑戰的心 你就無謂參加比賽 第二就是去學習 我某方面不足,但在外面的競賽者比自己更好 我明年再來 有了這種心態,就沒有輸家了 我擔任了評判十幾年 由1997年開始 朗正協會邀請我做評判 到現在,在做評判爭埃當中 我就發現得到千奇百怪的讀音 錯誤的讀音都在比賽場地出現 離不開兩樣東西 第一,違反發聲的要求 欠缺識別文字能力 有一些屬生理性 它沒有辦法改到,譬如福建來的,來到香港 如果小時候過來的,沒有問題 稍為大一點 它本身,香音無改 自然來說,它有些音它發不到 甚至乎,近期在比賽場地 有很多少數民族 南亞裔的同學,很積極 去參與比賽的時候,它的音有些發不到 平時如果大家聊天的時候,誤會相對少 但在比賽的時候 稍微有這些字音的時候,就出現一些問題 我以下根據每一次做評判的時候 我都集中一些記錄 用一些具體的事例去說明 就是比賽者 一些同學 誤讀的情況 我分為幾方面 第一方面 就是那些同學不留心聲母運味的要求 而誤讀的 例如聲母 GW 以及KW的聲母 有圓唇音 一不小心的 那個瓜 就讀成那個加 那個瓜 就讀成那個假 這一類 例如你姓鄺 有些自己姓鄺 他們說我姓鄺 都會出現一些這樣的問題 NG聲母 善教授說得很清楚 那條舌頭怎麼放 舌根和後鑊怎麼相抵 是嗎 你如果是 那個 一發音的時候 一不留神 就會讀錯了 我找同學讀一下 我是燈光 誰是提燈客 我是音符 誰是歌者 我是泥土裡的小種子 誰是玄丁 這位同學所讀 一直聽的時候 這個 我的鼻音 它稍稍不夠重 你說它錯又不是 這個 N聲母 他就讀了L聲母 變成了 這些地方來講 經常都會聽到 我是燈光 誰是提燈客 我是音符 誰是歌者 我是泥土裡的一火小種子 誰是玄丁 這樣處理 這個北 修基 你一處理得不好 就變成了 北 北方的雪 是猛烈的 就讀了猛烈的 這個情況 就經常都會出現 北方的雪 是猛烈的 我真 感覺不出 我看北方的雪 和南方的雪 是一樣的 一樣溫柔的 一樣叫人 望不了的 是否 這個北 和一個北 是否 好了 又找一個 和我讀這個 是否 如一處 五人色的 浪化 湧至清空無濟的 虛無 飄浮著 無聲色的 飄浮著 流過 那 又有 如夢的 藍 由於我用紅色 又間了 大家特別去到 留意的時候 不會錯了 為了一點溫暖和光明 縱然把生命 化性灰沒 卻也無話可說 我就是這隻飛蛾 請你 請你不要笑我 去到大學 大學生有了 拼音的幫助 只要稍加留意 除非有生理上的問題 其實不應該讀錯 好了 接著就比較複雜一點 有些參賽者見字讀字 就不知道尊名的要求 而讀錯了 我又舉些例子 黃昌寧 從軍行 大漠封塵日式昏 紅旗冠卷出圓門 前軍夜戰途河北 以暴山及套玉雲 第一 這個北字 好像讀了一個北字 前軍二戰途河北 那個北字應該讀得很清楚 二暴山琴 突欲雲 就不讀套谷暉 這就是尊名的 道府的燈流名作 花近高樓 上客心 萬方堕難 似燈臨 感江春色 來天地 玉淚浮雲 變古今 北極朝廷 中不改 西山求道 莫相侵 可憐厚 可憐厚 諸 還慈妙 日無聊為 梁婦淫 梁婦淫 這個不讀父的 梁婦 梁婦淫 出去聽 參與比賽的同學 陸遊的梦國長歌 經常出現作為仲才 讀到這個山名 十個有八個讀錯 十個有八個讀錯 你猜這個山名 四百公里的這座山 怎樣讀 索風捲地吹急雪 轉盼玉花心一張 雖然鐵衣冷鐵骨 敢亦懷恩與脅抗 成素忽如一世空 太寒不樂 願無恙 更呼 斗酒作唱歌 遙遣天山 堅而唱 假如有兩個同學 差不多水準 一個讀太行 讀正覺 一個讀太行 讀得不正覺 到陳教授這些 這麼資深的評判的時候 一撩 這個就打落十八層地獄 這個就獲得冠軍 這個就應該大家都認識了 因為呢 以前中學會考 都選過 司馬遷史記的 蓮波論雙如列傳 是嗎 讀蓮波 四十三年 這個讀個符 讀個符 讀個符 都可以接受 短法燒鬆 堪就辣 尾法 蒼囊 空闊 進入西江 西針不斗 萬象為溫合 蒼囊 蒼囊 蒼囊之水 最早就建於上書的語共篇 後來在孟子 在屈原的如虎都出現 蒼囊之水 清係可以作我應 蒼囊之水俗係可以作我俗由那裡來 如果蒼囊水 就指汗水 但這裏的蒼囊 就指清晰的水 都是讀蒼囊 就不讀蒼囊 好了 第三點 有些字 中國的文字一字多音 大家一定很清楚 但是 有些放在仲裁裏面 特別去到古典的詩詞曲 如果有協運的地方 其實對那些字音是有要求 有些同學不清楚的時候 就會讀錯了 其實牽涉到的字不多 在一般的 拿出來作為比賽材料 牽涉到在混腳不同 而發音不同的字 不是很多 這是其中一個很常見的例子 紅色的這個癌字 在詩韻裏面 四肢混步又出現 十一階混步又出現 綠麻混步又出現 既然不同在混步當中的時候 自然發音就不同了 所以這裏來說 我們就先理解了 原來在四肢混步的時候 這個字讀過疑字 這個讀天涯的癌音 這個讀過牙音 先有了這個認識的時候 你一直看下去的時候 舉例 你就不會搞錯了 例如 李襄忍的徐公 這首七言的律師 他是一、二、四、六、八 最後那個字押云 入綠麻云 綠麻的時候 剛才我們看過 讀什麼字 這個字 讀過牙音 指傳宮殿所煙下 欲取無成作帝家 欲曬不緣歸日覺 錦帆應是道天雅 欲今浮草無形貨 眾古誰讓又無鴉 地下若奉塵後煮 喜意從問 後聽花 這樣處理 要讀過牙 好了 柳永的望海潮 又是讀牙 你們看到接下來的 華家沙無牙 路途卷雙雪 天淺無牙 這裏亦都是 憨恨西風 吹世換 更吹我 落天雅 呼藤老樹分鴉 小橋流水人間 古道西風秀馬 直陽西怕 月長日在天雅 第二首呢 好 好 這裏同學來聽聽 適日屋竹不竹花 厄竹不竹花 厄竹不竹花 厄竹 今朝放蕩絲露 牙 春風得意馬騰疾 一夜看盡長安 牙字沒有讀錯 但問題是讀錯了一個字 這一首 這一首 雖然如你 各在天一 二 入四支 那便讀疑音 在古人的詩當中 天癌 這個癌字 讀癌字 作為一個混腳 不是很多 即是可能 這個街 這個混步來講 那個混腳比較 字的比較少 所以詩的量 不是很多 我就透過電腦修殺 在四副傳書裏面 才僅有的找到少少 現在這裡 你看到 就讀過 大德天地公 及物無邊崖 這樣就讀癌 良妙與身詠 屈屈無邊崖 書生如老龍 虎樂與之皆 入街部 這樣就讀過癌 乾隆王 有三首詩 剛好 第一個 看到 山之腹 更水之矣 就讀過癌 看到嗎 第二個 山腹水之矣 又是矣 你看到混腳了 接著就讀 山之曲腹水之矣 這些差不多的句式 但內容一樣 但到混腳的要求 究竟何時讀癌 何時讀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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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清楚 將來大家遇到任何仲裁的時候 這一點就應該要留意了 好了 琵琶行 其中有幾句 白居易寫這篇作品 他很擅長用轉運 由聲到情 就是一個運 然後轉運 轉運去引運 師的智和士是歇運 既然是歇運 你讀的師是平聲字 智和士是側聲字 所以我們在這裏 就不讀聲聲師 要讀如何 嚴言掩益 聲聲師 智素平身不得之 低微信手 逐逐彈 說盡心中 無限時 這樣處理 好了 這個字大家知道 可以發過 斜字這樣的音 又可以發居 其實主要就是 放在哪一個運部 去決定 陸如運的時候 就讀居 例如我們喜歡讀 居倫倫 馬燒燒 你讀車倫倫 沒所謂 因為放在第一個字 但是這裏 李白的夢遊 天舞淫留別 你看前後左右那些 馬和下協運 然後車、麻、傘 三個字協運 很明顯 你就在這裏 要讀車 是嗎 魏為衣系 風為馬 雲之君系 紛紛而來下 虎姑失系 亂回車 仙之人系 烈如馬 忽雲貴拍動 仿驚喜 唱 傘 車、麻、傘 再看陶尊明這首作品 你看那個運腳 幫助我們 這首作品 隔字部 一個是 央這個字 我們以前讀書 《衞國人雙養》 《衞國人雙養》 都有兩個發音 是嗎 這個桑麻掌和桑麻牆 究竟哪一個音 這樣處理得好呢 我們根據這個押運的原則 幫我們去處理好它 因為全部 其他想 旺 廣 網 你不會懷疑 一定讀上聲 是嗎 因此就可以決定到 這個不讀寡倫羊 寡倫羊 桑麻掌 這樣去幫我們 野外罕人士 窮看寡倫羊 百日染驚飛 虛虛失絕塵賞 師伏虛曲中 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集言 但到桑麻掌 桑麻日以掌 我土日以廣 常恐相善至 凌落痛草亡 基本上中一的同學都會讀到木蘭詞 我們一直看 我們的視覺 我們的焦點 現在要放在那個混腳的地方的時候 幫我們很大 是嗎 黃河邊的邊 平聲 明千千 你讀淺則則是聲 所以這裡一定要讀明千千 轉穩 頭和黑山頭的頭 聲周周周 你這樣處理的時候 你不會讀 但問黃河流水明淺淺 有時在比賽的時候 聽很多同學這樣讀 那就讀錯了 因為你那個協運的關係 因為你那個協運的關係 朝前夜亮去 無宿黃河邊 不問夜亮 換雷聲 但問黃河流水 明千千 明千千 曹碧的煙歌行 採用拍梁抬看 句句用韻的寫作方法 然後我們看最後幾句 那個望字 我們平時讀開這個望字 是側聲 是一個去聲 但你看唐、羊和糧 都是平聲的時候 我們就很有信心 我們絕對不能夠讀 牽牛的女 遙相亡 這樣就不可以了 要讀 要遙相亡 以讀何姑 限何量 這樣處理 這裏也是 嘗試者遙相亡 如貫度非量 這裏也是 讀停聲 讀過 亡音 短歌行 這篇作品很好的 如何處理這幾個紅色的字 慷慨激昂 慷慨激昂 這個心字部一個慷 可以平則兩讀 你去到眾壇的上面 我說 蓋當而行 優勢難忘 有沒有錯 我不能夠說去錯 我只能夠說沒有那麼好 因為為什麼 這篇作品 你看到曹操一直作這篇作品的時候 只有去到尾 山不厭高 海不厭深 舊宮吐步 天下歸心 他最生氣的時候 轉運的時候 對起 他就不用運 其他由開始 每四句一轉運 都是引運的 第一句 轉運的時候 最後那個字 都是協帶著 一二四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 朝露去日苦多 歌何多 協運 清清自耕 由由我心 但未均故陳臨至今 貪心 甘 協運 又有六明 食野之平 我又家賓 故失催生 又是一二四協運 明明如月 何時可絕 又從終來 不可斷絕 又是一二四協運 是嗎? 月脈道千 枉用相傳 揭闊談 現心念救恩 又是一二四 你這樣就很有信心 曹操寫的時候 除了最後那四句 前那四句 一個運 轉運 平運轉側運 側運轉側運 平運轉平運 這也是怎樣呢? 都是有人運 既然有人運 我們就很有信心 這個讀 蓋當而康 憂是難忘 何以解憂 唯有道康 這樣處理這個字音 近十年 黃津憲這篇作品 出現過幾次 這篇作品 在用運的角度 很特別 很特別 很特別是 你如何處理這篇作品呢? 由第一句 第二 一直到此 去到萬鬼聚謀 無恥膽 這一句 由第一句到此 句句用運 用上聲運 三個運去通運 一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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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運通運 全部都是上聲運 句句用運 然後到最後兩句 轉運 灰平聲 來平聲 把聲音 去到一路急速急速 然後到最後兩句 萬鬼聚謀 無恥膽 一朝 瓦解 成劫悔 問到敵軍 到背來 如運不盡 使得這首詩 在聲音的變化這麼大 在這種情況下 假如我們不查運書 假如先生教學生好 學生自己練習好 到這個字 十個有十個 都是讀成 昂偷 則偽 何 丹丹 讀成了平聲 那就讀錯了 因為你看看 點 險 陷 染 閃 染 點 淺 丹 和這個讀過 讀過 我們處理這首詩便變成了 昌省萬利此為淺 平鵬雙窩途一淡 昂頭得偽賀 丹丹 伸手欲負 忠不敢 這樣處理這個混腳 好了 談到第四部分